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均现了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力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 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好各位好 今天跟大家继续介绍这个 KJNode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WonVideo跑出来的结果 可以看到实际上是已经很漂亮了 有没有实际上其实已经非常漂亮了 那这个就是这个WonVideo的控制 用这个深度图去深度图的LOLA 把DIPSLOLA去控制深层 KJNode的这个作者呢 他的这个WonVideo 他持续的不断在更新 那更新速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快 大家可以看他的Example 多了非常的多 那记得要用这些Example 还有KJNode 就是这个WonVideo的Warp 这个插件呢 你COMVUI跟这个插件 都要更新到最新 那我们今天来讲什么呢 我们来讲这个 ControlRole example 这个你丢进来呢 其实不是长 不是长我这个样子 你丢进来的话呢 是长这样 那这样的话呢 你丢进来的话 其实是长这样 没有这些节点 都没有没有这些东西 那我主要呢 就是跟各位说 要如何去搭配 这些东西去使用 那我已经帮各位吧 我自己试过 觉得比较好的参数呢 都已经把结果给各位了 这个工作流 那还有就是说呢 实际上他的工作流进来呢 你是没有办法去做控制的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Example有两个 一个是Tie 一个是Dips 那Tie这个工作流呢 就是让影片细节更多 更丰富 更清晰 那Dips就是去生成别的东西 像这个狼就变熊猫 那这个控制呢 做起来就会很漂亮 你看 你看 你看是不是很漂亮 那 我们现在主要呢 就是呢 去加入这两个节点 让他更快 更丰富 细节更多 那这两个节点是怎样呢 我找了非常多的资料 也去看了他的相关的论文 首先呢我们先来讲这个 这个跳过程SLG的技术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要搭配他这个KJ的插件 他这个Sample 所以是他把它浓缩集成了就对了 主要呢是跳过第9层 第10层效果会比较好 大家可以看哦 只有跳过第9层 第10层效果比较好 其他的效果其实是非常的差的 这样 那我测试以后我认为 0.1到0.8初始从0.1开始 然后0.8结束 就是到 跑到80%的时候结束 这个图是比较漂亮的 那你要0.2也是可以的 你要0.2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跳过程是怎样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当我们在输入这个提示值的时候 你没有输入提示值实际上也是会有东西 那其实有一些就是 他你可以把它想成他跳过一些不重要的处理层 比方说我不知道他第10层是处理什么 比方说他第10层是处理符号 那我就跳过第10层 让他的这个输出结果呢 更贴近提示值 不会没有关联的东西 这样 简单的说就是让他不要有没关联的东西 所以加这个呢会快一点 然后呢 输出结果也会比较漂亮 那另外一个这个CF3 0呢 这个呢其实很多人讲过 可是呢 有各派的说法 像有的人说呢 你开了你开了CF3 0 那这里要设1 你不可以开这个U0 hint 那还有还有人说你就 开了U0 hint 这里要设0 然后你不可以开CF3 0 那我自己的实测结果呢 我认为这是我的认为 两个都开设1 会很漂亮 这样这是我自己的实测结果 还有就是呢 因为他 我们现在是用Dips控制 所以你自己要拉这个Dips的这个 这个Model出来就对了 然后呢 这个可以不要有 这我只是给各位清楚 就是你可以加一个缩放节点 如果你要缩放的话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这个Dips的这个 这个影片 可以给各位看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Dips呢 传进这个OneVideo的这个Encode 让他去内部编码就对了 然后再去传到这个Ctrl 让他去控制这个 这个传进来的图像 就是传进来的这个Dips的结果图 那再搭配这个Lola 实际上One的Lola就是这样用 你去C站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OneLola 那就是从这里拉出来 那我们要用的就是这个Dips控制的Lola 那他这里有说 他这个Dips控制的Lola呢 不建议用到E啦 他这里有说不建议用到E啦 就是你可以降低权重去更符合提示词一点 那我这里是用0.8 这样 那看个人啦 那非常重要的就是说 你提示词要写详细一点 那才会跑出来比较漂亮 我给各位两个方案 一个是你叫LLM型 那另外一个方案就是 你叫这个反推模型就推 像这个Forex 叫反推模型就推 那你自己看你喜欢哪一个方案 这样 你如果不想用太多时间 然后不想太上显卡的话 那你就bypass它 这个节点我也给各位了 那 你也可以就是直接把这个字串拉过来 那你注意哦 这里要转成输入 控制条件转输入 正向提示指转输入 然后就可以连过来 好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 跑一次给各位看 好可以看到是非常的漂亮 那各位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 提示词尽量不要提到全部 因为我不知道 就是原作者对望模型 为了什么非常的容易设设 那所以说呢 尽量不要提到胸部 不然呢 出来的结果我也不能看 一定要马赛克这样 那主要就是呢 跟大家说呢 如何去使用这两个节点 那跑出来了就是 非常漂亮的一个 真的很漂亮 那 那还有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去 多补充这个 dips的anything的节点 因为它这个是用 dips的这个control 那这个模糊图像呢 其实实际上是可以不用的 实际上是可以不用的 你可以直接这样 传过来 那这个模糊节点主要是干嘛 就是拿来补充细节 在这里 用在tai这里 那我们可以来 来使用看看 你可以用4或5啦 你自己高兴就好 原作者一开始是用4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把 刚刚那一个影像传进来 我们就是把这个影像传进来 一样是这个影像 然后呢 这个lola呢 要改成tai lola改成tai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 跑一次给各位看 那这个就像我说的 TRUE TRUE 1 然后你可以0.1 0.7 0.1 0.8 或者是0.2 0.8 都可以 这是我自己的建议数值 让大家看各位 这是我自己的建议数值 我自己实测跑下来呢 如果是用它 这个工作流的这个集成 跑下来 这个结果是比较漂亮 让我跑一次给各位看 好这就是tai的用法跟结果 可以看到视节度真的变多了 那这个tai用法呢 它就是利用这个模糊度 去增加细节 那实际上我认为 要不要用呢 是看情况 像原始影片都很好 那什么情况要用呢 就是人物比较远的时间 或者是说 其他比较复杂的那种影片 另外好像那种人物已经很近了 状态已经很完美的状况了 那你再利用tai的话 那它实际增加了一些细节 并没有到特别的好 那大家只要知道 它这个工作流一开始进来 其实是tai的工作流 那实际上就没有这两个节点 那我们现在就是 把这个改过的工作流给各位 多了这两个节点 那 这两个节点的用法呢 也已经跟各位说明了 啊 还有就是说 你要用这个sng节点 你一定要搭配这个tk 然后tk的值怎么设定呢 这里下面有人呢 留言是建议0.15到0.25 那我自己都是用0.2 这样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订阅分享 按赞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